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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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很早以前就是 背影看我這樣 很像男生還在幹嘛 我一剛開始當然會被影響啊 但我發現 你還是持續 要做你原本應該要堅持的事情 你熱愛的事情 這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影響你 把演員當做工作好玩嗎 好玩 但是也是蠻辛苦的 你在演戲的時候會遇到一些挫折 或者是覺得自己表現不好的地方 那時候心會很累 會覺得辛苦 碰到很辛苦的時候你要怎麼辦 就要想著我現在是在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有夢想有目標嘛 所以現在的辛苦都不算什麼 然後給自己鼓勵 再往前繼續衝 各位女孩們 不同體型的女孩 不同心態的女孩們 怎麼樣找到自己的美 我覺得要先拋棄 大家給你的一個既定的一個 大眾的審美觀 就是你不需要去跟別人比較 然後自己經歷了那麼多 然後成就了現在的你 你其實不太需要別人的那一些想法 來定義你自己 因為自己就是獨一無二的你 因為我知道你是獨人類學的 但是後來就是有 當DJ 當DJ 就是對DJ有興趣 那你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是有沒有什麼壓力啊 在當DJ的時候其實很多時間都是 晚上在表演 日夜電到 對日夜電到 我其實以前很害羞 真的喔 我小時候最嚴重 然後那時候我是嚴重到 我去便利商店買東西 然後如果那個店員跟我講話 我就錢放了 然後我就跑了 那種 但我太喜歡音樂了 所以因為我真的很喜歡 分享音樂給大家 然後我真的想要把我 就是表達我自己那些感受 然後透過音樂 所以我就說好那我願意去 挑戰這件事情 如果比賽你沒得名 會不會很傷心 我會很傷心 我也會很難過 但是我會去檢討說 自己是出了什麼問題 其實比賽完之後 我都會回憶每一分每一秒 我做的決定 跟我當下失誤或成功的經驗 然後讓成功的經驗繼續發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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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